现在科学家承认不懂啊 我们这个空间呢 这不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我们人住在这个磁场里头 不安了 身心都不安 原因是什么 这个磁场太复杂了 为什么大家走上涅佛堂 感受不一样 涅佛堂的磁场很强大 它是平和的 所以你进入这个地区的时候 它这个摄受力很大 你的感受立刻就不一样 波动的影响 只要是物相都有波动 因为所有的物质 现在科学家知道得很清楚 它的组成都是原子电子 分析到最后的基本粒子 这些粒子都是动的 只要它动 它就有波 所以万物都有波动啊 跟我们的生活情绪息息相关了 哪有不受影响的道理 这个波动里头影响 更大的是齐心动念 思想的不 心不 这个比这个物的波动影响力还要大 归神 他们有色相 他有齐心动念 他有念头啊 那个念头的波动之强 不亚于我们 甚至于比我们还要强大 从什么地方可以见到 有许多同修 晚上睡觉 做噩梦 梦醒了之后 一身冷汗 梦到鬼 梦到妖魔鬼怪 吓得一身冷汗 那就说明是 他的波冰的枪 一在那个 他的磁场里面 受他的支配 还有同修 梦到亚鬼 鬼种类很多 很复杂的 这是自己 很清楚 很明白 全身动弹不得 这什么原因 他的波比你强大 你的磁场不如他 你完全被他控制 他不离开 你就动弹不得 心里清清楚楚 所以学佛的人 遇到这种情形 如果一下想起来 念阿弥陀佛 念观音菩萨 只要你念一声 要鬼就走了 你就能够恢复清醒 这就说明 他那个波很厉害 很强大 不如佛的波 我们这一声佛号 跟佛的频道接触到 得到佛里的加持 这频道接通 那他的波动 就比不上了 所以他就退出了 不退出也不障碍 那么这是从科学家讲的 我们中佛法里面讲光 在中国现在流行的 讲气 在炼气中讲的气 外国人讲磁场 科学家讲波 一桩四情 说的名词不相同 一桩四情 明白这个道理 就想得 天地万物 跟我们自己 这个磁场波动 息息相关 哪有说是 没有关联的道理呢 我真的会有关联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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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